在怀孕后,孕妈妈最关心的,就是宝宝的安全健康问题了,在过了孕前三个月后,不少的宝妈就安心了下来,于是就在一起宝宝的性格来,这除了有众男轻女的影响,一些还是希望能早点知道宝宝的性格,这样也可以购买对应的东西和义务。 而一些地方就有这样的说法,宝宝第一次胎动的时间跟性别有关系,至少胎动的一般都是男孩儿,而如果比较晚胎动的就是女孩儿,很多宝妈也都是这样认为的。 这是真的吗? 闺妮在怀孕的时候,尤其她的婆婆有些重男轻女,说一定要生个男孩出来,所以闺妮在怀孕的时候,就一直在担心,多么希望宝宝是个男孩儿。 但是在怀孕快二十周的时候,闺妮还是没有感觉到宝宝的胎动,于是一下就急了,我就约她出来散散心,一见面,在结婚前苗条的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很丰满的孕妈妈,肚子跟怀了七到八个月一样。 在聊天的时候,原来老公担心她的身体,于是就让她在家安心养胎,所以吃着吃着就越来越胖了,好在最后生出来的是一个胖小子,可本闺妮高兴的。 于是我询问了其他的孕妈妈,得到的答案都不一致,有的说在早早在十五周的时候就感觉到了胎动。 但是生下是个男孩儿,还有一些到了二十周出头才感觉到胎动,生下来的也是男孩子,所以说宝宝第一次胎动的时间,跟宝宝的性别是没有关系的。 真正知道的宝妈可是很少的,如果你还不信,那么就来看看科学的解释。 这胎动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各种活动,而撞击到肚皮子宫壁,那么宝宝什么时候会活动呢? 胎儿在八周的时候就有轻微的活动了,不过这个时候孕妈妈是感觉不到,只有慢慢长到十六周左右的时候,活动的力度才能被孕妈妈感受得到。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次胎动了。 但是如果一些孕妈在孕期的时候吃得太胖了,肚子上的脂肪太厚了,这个时候也就不容易感受到宝宝的胎动了,就像我闺蜜一样就是太胖了。 所以到快二十周的时候还感受不到宝宝的胎动。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宝宝不爱动,宝宝不爱动,或者活动的力度不够,这个时候孕妈妈也很难感受得到。 所以就会觉得宝宝第一次的胎动怎么那么晚,像我怀我女儿的时候,她就很好动,在十六周的时候,就能感觉到她的胎动了。 现在可调皮了,而第一次胎动的时间一般在十七周左右,不过这个也是因人而异,孕妈妈就不要太在意了,只有宝宝能健健康康就好。 现在宝妈应该知道了吧,这宝宝第一次胎动的时间,跟性别可是没有关系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